今天主角是同学 所以我由同学的问号开始 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Satari 和各位organizer 的代表 大家好 大家午安 相信大家都是现在吃完饭之后 三点钟左右是在烦气攻心的时候 希望我这个训练不会是在烦气攻心的生理状态 我是陈浩然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老师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生物信息学 在神经系统断证当中的一些应用的个人分享 当然这不是个人分享的环节 而是一个讲座 而这个讲座是关于STEMP教育的 所以另外一个我希望大家 从我个人分享的内容里得到的信息就是 无论你是从事什么研究 或者你有什么兴趣 在生物学上的兴趣也好 你总是有机会 遲些会接触到生物的信息学 到时候当你自己的研究和生物信息学 有一个交叉的时候 你们会如何去运用生物信息学 作为一个工具呢? 在开始之前 其实不谋而合地 我也有一些关于理学室的教授 一些资料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机会 在英国剑桥大学里面 攻读博士学位 我也是因为准备这个讲座 去翻查一些基金会的资料 原来其实刚才证言也说过了 有三位内地的留学生 在上世纪也是越洋地坐了很久很久的船 就去到剑桥这个地方 去从事学上的研究 而他们也跟他们的主管 即是Professor Nenum夫妇 也有一个友谊的建立 从而影响到自己 他们当时的老师 是回到中国 在国家里面 为了我们科技的历史工作 去努力 我自己不是搭船 我是搭飞机去英国 我学成之后 也是通过另一个基金会的赞助 也邀请了我那位老师 来到香港讲了几堂书 我也带了他去香港 不同的地方 后来也帮他安排了回到内地 有一些考察 也是有很好的友谊 在司徒之间的友谊 一直在这里建立 我看到其实在两个地方 只有从事科技的话 司徒的关系除了在学术之外 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空间 可以互相交流和发展 当然 理由室基金会 一直出了很多不同的 叫做一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 其中一卷 其实就是关于 这个生物和生物的技术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就是这里 第六卷 Biology and Related Technology 最后一版 就是2012年出版 过去十年 其实有很多新的科学 尤其是和生物科技有关的进展 包括生物信息学 所以今天我将这些最新的发展 用一个个人分享的形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用个人分享呢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位生物信息学家 而是我只是一个 运用生物信息学去做生物研究的人员 所以在这个个人分享 希望给大家一些例子 如何去运用 好好运用这个Bioinformatics 然后有一个对比 就是我将两个年份 做一个对比 第一个年份是1983年 第二个年份 你可以当作2022年 这差不多四十年的 一个时间的框框 我想做一些对比 第一个对比 第一个对比 就是1983年 这些人 在实验室里面 从事研究工作 2022年 都是很努力地 在实验室里面 从事研究工作 这件事是没有变得的 可能他们用的技术 器材有点不同了 但当时已经是autopiped 现在实验室大了 漂亮了 用的仪器又先进了 精密了 但是心是不变的 我再看 我是读小学的时候 我父亲买了这部 叫Apple 2E 大家有没有听过 Apple 2E就是 苹果Macintosh 电脑的前身 Apple 2E 然后再过一两代 就出了Macintosh 那个老鼠仔 这个其实就是 我生长成长的时间 就是这个Apple 2E的年代 这个是我今早 吃早餐的时候 练习了我的尺寸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脑 我40年前用的是这个电脑 很大的改变 是吧 接着呢 1983年 其实那时候 那些人听什么歌 原来1983年 已经很前瞻性 那些人 听手 有些做音乐的人 已经将其中一些大碟 那时候叫做黑家碟 现在也可能还有 不过就已经变成奢侈品 将命名成什么呢 Genetic Engineering 是1983年 40年前的事 过了几十年 这个人 大家都可能认识 你父母 是他的偶像 不是 是他 你父母是偶像 叫黎明 这个人 黎明 他在1997年 有首歌 叫DNA出错 那田池人呢 现在还在浸会大学 有份教作词 这个周慧耀辉老师 是写的这个词 所以很多时候 这份娱乐的事业 都会将一些DNA 遗传 生物的一些资讯 放入他们的创作里面 到了2017年 或者可以说到现代 现在 不单只是在音乐观赏 在娱乐事业内 是用音乐 而是 在偵測DNA突变的方面 大家知道什么是DNA DNA突变了 就会出现遗传病 在偵測DNA突变的方法里面 都会利用音乐 去帮助大家 听到 你没有遗传上的出错 首先 给大家听一个 是正常的DNA 是什么声音 是什么声音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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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真的出错了 我刚才给大家听 原来是出错的DNA 不是DNA出错 人的手也会出错 刚才听错了 正常一个是如何 这就是正常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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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音乐 其实是没有了第一次听到的 第一次听到的 第三至四秒的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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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听到 你把DNA的遗传密码 变成音乐 你眉上眼睛 听完正常 听到一些可能有不正常的DNA 这就是DNA出错了 而这些DNA出错了 可能会有遗传病的出现 其实我刚才有一个转捏点 就是透过音乐去检测 DNA有没有出错 去将我自己研究的兴趣 因为我正正研究遗传疾病 遗传疾病很多时候都是由DNA出错 而出错之后 会导致一些罕见的疾病 比如小脑萎缩的症状 叫做小脑萎缩症 或者是亨廷顿舞蹈症的症状 出现了 我的研究 就是最近其中一个范围 就是如何将生物或者遗传学 和电脑和科技 融合在一起 就像你把DNA和音乐 融合在一起 而融合在一起 便会有一些新的方法 令到我们的研究 跳出了我们现在现有的框框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主要分享我的个人经验 当然作为一个STEM的讲座 我必须给一些定义 给一些定义大家 给一些最基本的技术层面的认知 大家是什么叫生物讯息学 所以我接下来会用英文来讲的就是 我想讲一些大家比较上是 觉得会是hardcore 有些是technical一些的 的资讯的时候 首先要讲一下 什么叫生物讯息学 其实它是一个 和遗传很有关系的 其实 和遗传很有关系的 一个学科 它其实是通过用一些电脑的技术 去分析来自生物体 即是人类 包括里面的资讯 而这些是什么资讯呢? 刚才讲过 DNA就是一些 通常会被生物讯息学的专家 去讨论这些资讯 除了DNA之外 其实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的排列 都是另外一种 很常会被生物讯息学的专家 去研究的一些生物分子 那为什么要研究这些DNA 或者是蛋白质里面的氨基酸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希望透过 知道更多了解 这些DNA里面的序列 或者是氨基酸 所制成的蛋白质 究竟有没有出错 而去断定究竟这个人 会不会 将会有一个遗传病 发生呢? 而那个家庭 会不会又是 带有着某一个基因的特变 而令到病 由一代传到下一代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首先 想为生物讯息学 定一个定义 好的 接着又再看回 其实 这些不同的生物讯息 像刚才所说的 所研究的一些范围 很多时候都是和大数据有关 所以Data Science 其实大家 都有一点可以互换 互用的 原因是什么呢? 在一个很小的粒细胞 即是说更小 比利根子头的大小的 那粒细胞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亿万个 遗传的基本组合的资讯 而这些就是组成了我们 整个人 或者我们每个人 遗传的物质 要拿出这些所有资料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个人类基因的淘宝 用了很多十年才能完成 但现在 我们只不过可以 需要用到一千五百元的美金 平均 就已经可以把我们坐在这里 这个货币的其中一个人 的基因淘宝 全都被验出来了 虽然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可能都不用 就已经用得到 一千五百元美金 一个星期时间 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基因淘宝 找到出来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千五百元的时候 出来生产生的那些数据 是海量的数据 所以为什么呢? 生物讯息学网也都是 每一堂的大数据 乃上的关系 当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 开始出现的问题 就是 充满的问题 保安 即是数据保密的问题 这两个都可以解决 买多一些硬件 封锁了一些数据 没有人可以容易去导致 但到最后 当我们有100个人的数据 在我们面前 他很安全地被妥善地 储存在数据库上 但如何去运用这些资料 令到我们知道 A这个人 可能是有某些遗传的特质 B这个人 没有A的遗传特质 但有B的遗传特质 这些是很需要我们 做很多数据分析之后 再加上去尝试 去明白 去批评 去 去 去 使用这些数据 有意义 我们知道 原来背后 这些DNA的数据 是代表 这些状况 即是一个人 可能它是 最简单地说 懂得你不懂得你 等等等等 这些特质 而到最后 不是只看完你的DNA数据 就证明你懂 或者不懂得你 或者去反证你懂 或者不懂得你 配合的原因 而最后 希望我们 用到 这些Bioinformatics的资料 去帮助我们 令到人类 觉得更加健康 或者可以令到 可能将有病的人 是 適时 或者适当地得到治疗 这就是整个生命讯息学 希望达到的一些目标 我在这里再多加解释很多东西 因为这里已经很技术层面 我们第一件事就是 取得了很多数据 我们可以每人抽血 就取得数据 取得数据之后 我们就利用一些很技术的方法 例如数学模型 等等 去开始做一些研究 和分析 而分析完之后 第三部曲 应用这些 我们得到的资料 去帮助我们有需要的人 例如病人 这大概就是我想在今天这个场合 为生物讯息学下的定义 以及它的应用 但正如我所说 就算我们这里坐在这里 这么多人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都成为生物学家 我都不觉得 你们每一个在这里 将会成为生物学家的人 都会成为生物讯息学的专家 但是 我们都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 就算我们不是一个 很熟悉生物讯息学的专家 也好 我们都要知道 如何去运用生物讯息学 作为一个工具 去帮助我们研究 我们眼前觉得是很有趣的生物问题 这个其实大家是需要记住在心里面的 就算你不是专家 你也要懂得如何去使用 你不懂得整部手机出来 你也要懂得下载程式 帮助你日常生活 或者令到你的手机更加能力 我这里就长话短说 刚才也说了一点 我自己的背景 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样 我是一个从事遗传研究的工作者 所以我不代表 我一定不是一个生物讯息学的专家 但是我的工作 在遗传学上的工作 是大大比生物讯息学的范畴 是帮助得很大 我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生物化学 从事生物化学 细胞及分子生物学 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者 我其实一开始都是 在读书的时候 在香港都是读生物化学的 但是也是因为我老师的影响下 我从生物化学之后 转去从事遗传学 而在很多遗传学的根基打造好之后 我就将我生物化学和遗传学 这两个学到的学科的知识 我从事成为神经遗传病的研究上 1994年 我开始读一科的学科 在中文大学 那科就叫做人类遗传学 那时候就开始令到我觉得 生物化学和人类遗传学 其实都有些相关的 我就想将这两个学科 拉在一起 令到我有更多的 之后研究和发展 所以我在1995年 毕业后 在香港 去了剑桥这个地方 从事我的博士学位 当时也是以遗传学为主 那怎么会接触到这个 神经科学呢 我有个好的朋友 他常常在 劍桥的教学医院 叫Edinburgh Hospital 那里做research 那么他就跟我说了 有一个叫做 在这个劍桥的医学院 他每年的暑假 都有一个叫做 neurology 叫做神经内科的 summer workshop 那么 很有趣的 就很迟的 我在台上 都 有什么特征之后 有什么特征之后 好了 接着 轮椅就推出那个病人 出来 那个病人坐在那里 那医生就把他打到他的手 他就会打一下 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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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跟他问一下他几句 那学生就用他的书本的知识 再加上 on stage 有一些interview的经验 就会令到他们很容易地 去将很多 基本上他们是行医 很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的病症 都可以在一个台上 亲身见到的病人 是怎样的状况 这个summer workshop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医学生去认识到疾病 其实我是没有幸去过那个workshop 我只知道是听 但是 你看我多震撼 我是连听 一个这样的经验 都隔了几十年之后 都可以讲到 好像我真的去过那个workshop 我是深深被那个workshop 的setting 都是被牵引着我 其实我 имеет subserval 都想把我自己学到的知识 引用在这班同时 intuitive patients 在病患病病 指由 cerc Since the minds like 在病患病 中共身上的病患病 这再次根据了我想做研究的腹线 在1999年年就出席了英国 去做 Netherlands 在新籍凡尼亚大學 從事博士學研究 主要是在小弄畏縮症的研究上 直到2002年就開始回到香港聰明大學 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 也在這裡從事罕見病 包括小弄畏縮症的研究 經過了好幾年的學術努力之後 我開始意識到我應該要找一些病人 而這些病人其實是在社區裡沒有人理會的 醫生見到他 他都會說快點 三分鐘就可以 半年之後再找我 見他三分鐘就可以了 原因是這些病人不能治療 沒有藥醫 每次去的情況比上次更差 醫生給的都是給維他命軟去吃 我就開始接觸這些病人的時候 看到他們其實很有心去參加研究工作 說我給你一條命 我都願意支持你的工作 你要我拿我的血就拿 你要我拿我的皮膚就拿皮膚 我們就開始了一些共同研究的計劃 到了2013年我就開始做一些病人為主的研究計劃 就是跟我們合作做一個病人明察計劃 希望暫時世界都不能治療這些小弄畏縮性的病症 但是最少我們在香港這個地方都知道 有多少位這些病人 從研究開始走進社區和病人接觸 一百年就回來 在試驗室裡面就成立了一個叫NRND Nexus of Rar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或者叫罕見科研聯盟 這個聯盟其實就是一群研究的愛好者 在大學裡面工作的主要都是 就是來自香港和國內 還有海外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研究者 都希望我們可以憑一己之力 創建一個平台 令到資訊可以互通 包括生物訊息學的資訊 從而可以幫助這些罕見腦神經退化的病人 我們簡稱叫做NRND 我們有三個的Vision 有Mission 還有Values 在這裡我都不詳細去解釋 專門就是想幫助這些人 用任何方法 在這裡就很簡短地去詳細一下 剛才我所說的事情 我在過去十幾年裡 我走訪了醫院 找到醫生跟他們合作 我找了一群病人跟他們溝通交流 這群病人亦是隸屬於病友組織的 到最後會把病友組織的病人 醫生和科研學者 拉起來搭建了一個平台 而這平台是可以幫助這些病人 不僅僅組織起例 希望亦是可以給世界大藥廠 大科研機構知道 香港其實是有這些病人在 很努力去做工作 而希望參與在研究中 這裏我會很快地說 因為這和今天的主題有少少偏離 但是我想說一說 我作為一個個人分享 和生物訊息後有關的分享 一些背景資料 我從事的研究是剛才所說的 是一些罕見的腦神經系統退化疾病 當中其實是牽涉到多少人 大家可能會問這個問題 很罕見的 有十萬人是否一個 一百萬人是否一個 二百萬人是否一個 其實如果你看回英國的研究 每十七個人 就會有一個人 就會有其中一個罕見的遺傳疾病 當然了 你患的罕見疾病 跟另一個十七個裏面有一個 的罕見疾病是不同的 全世界大概有七千多個這些不同的罕見疾病 所以其實你把所有都叫做罕見疾病的患病者 走在一起 其實人數是絕對不少的 但只不過一個特定的罕見病患 可能加上的人 相對就不太多 所以這就是給大家一點訊息 其實罕見病其實並不罕見 然後我也想說 我想研究開我幫助那班病人 叫做小腦的縮症病人 或者簡稱叫做SCA 病人 有多罕見呢 一會我會給你們一些數據 但究竟是患了什麼病呢 當我們做一個MRI的腦掃瞄的時候 因為正常人的小腦就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去看看兩個SCA病 小腦就是這樣的 意思是怎樣呢 看到它有少少 萎縮了 或者好像沒有了東西 變成一個小黑洞 原因就是因為小腦的細胞開始壞死了 而這些病其實是遺傳病 意外的病 因為小腦是影響平衡 說話能力 視覺等等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是不變的 但他們腦根是完全清醒 香港ア州有幾多這些病人呢 其實也不少 這裏有放在圖片上的 也有在文獻發表過報告 關於小路畏縮症的地區 在亞洲的地區 長話短說 其實我們有175個研究 在亞洲這個地區裏面 是討論過小路畏縮症 香港任何呢? 香港也有的 我們在2013年開始了一個小路畏縮症的病人明察計劃 我們專攻是1、2、3和6型的 因為資源有限 我們只是看這四個病情形 也由威爾斯醫院中文大學主力 再加上小路畏縮症協會的病友組織一起成立 我們這個病人明察計劃 其實是一個資料搜集 大家慢慢回到 資料搜集的意思是大數據 大數據剛才提及過 大數據可以成為生物信息學研究 而這個生物信息學研究 大數據研究 我們不單單希望在香港裏面去尋找 因為有很多病人 他們其實很主動、很積極 可能他們未必留意本地新聞 但他們會留意到網上 在外國有不同的網站 如這個 clinicaltrial.gov 我們都刊登了 我們這個病人明察計劃的資料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病人 去加入這個計劃 經過了十年的努力 我們現在其實總共在數據庫裏面 有75個項目的 當中我們做了一個細小的檢查 就是第一型的我們以為數不多 第二型都有一些 但是最多的 在75個的數據裏面 有57個是屬於第三型 而這個也都引證了 其實全世界小路畏縮的第三型 都是最多的 包括香港在內 但是我最想說的就是 好了 你拿了這些數據 你做了這個分析 那就做完了 這個是不是就是生物信息學 可以做的東西 是其中一樣 但是另外更加重要的 我在這裡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個highlight了的1 這個unknown 這個資訊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是去到這些叫做survey 做analysis之後 出現了一些不能被歸類的項目 或者病人 這些往往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被困住了 不知怎麽算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 生物信息學所發揮的作用 就更加大了 因為其實都不用一個電腦 一個人 一個小學生 我女兒11歲大 可能都認識我 一人多少人 二人多少人 三人多少人 已經做到這個analysis 但是到了unknown的時候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 當時找到一個unknown的時候 我就去找我一個生物信息學的 專家的同事去幫忙 他做甚麼呢 我們首先是找到病人 希望病人可以再跟醫生 重新再討論一次病史 去證明他真的有一個遺傳的情況 是小諾宿的 之後如果斷定了之後 我們就會拿他的數據 再做多一次基因分析 而通過一系列的不同的過程 我們希望去找出 究竟這個unknown不能歸類的病人 可不可以幫他歸到類 我就想用餘下的一些時間 去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 早在2013、2014年 我們一開始 去做這個病人明察計劃的時候 我們找到的是第一個unknown 這個unknown已經出現在本地的社區 很久很久很久 那群病人是去美國 去台灣 去不同地方 希望找到他們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在基因裡面 哪一個突變了的基因 導致他們有小腦萎縮症的症狀 因為他們不是一、二、三、六 很多人都不是 那是什麼呢 醫生只知道你不是這個人 你不是這個人 你不是這個人 但是你是有小腦萎縮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是有小腦萎縮 我們有小腦萎縮 我們那時候就用了四年的時間 跟一個生物信息學的專家 就是這位陳庭峰教授 是我的親密的戰友 就是在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有兩代 上面一代就是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爸爸就是正方形 媽媽就是圓形 就是女士圓形 如果那個男士 也是填黑了 那個正方形 就代表他是病患者 如果那個圓圈或者正方形 沒有感覺到是黑色的話 證明他就是正常的人士 這兩兄弟都是同時發病了 但是他打斜一間 就代表已經新僱了 我們可以找到的病人 只不過是這一代 下一代的病人 而打了星星的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這六個病朋友 亦都願意給他們的DNA 我們去做測試的 當中包括是有病患的 或者是沒有病患的 我們就經過了生物信息 抽出剛才也提到的三部曲 抽出DNA 做分析 完成分析之後 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資料 去幫助病人 我們做的那個過程就是這樣的 我們拿了DNA之後 拿了血之後就抽出DNA 抽出DNA的過程其實是不難的 很容易而已 但是你要有一個好的DNA序列的測試 就相對困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定要確定 這六個人士 他們都會拿到 用百萬去計算 八千 由五千萬 加近六千萬 這個最少是五千三百萬 的DNA的資料 而這些資料你拿得不夠多的時候 這個準確性就會低 所以你的DNA抽出不難 但是你的DNA抽出出來的質素 一定要高 你才可以 使得我們可以拿到 一開始的 由五千多萬 到八千多萬的原始數據 你可以這樣說 原始數據 之後我們再做很多不同的分析 做修補 做一些計算 我們就可以將 最終 我們就可以將 每一個人士 比較高質素的DNA的資訊 就是下載在電腦上 下一步就是做數據的分析 就是做很多不同的測試 如果你可以想到的話 我們有 一些是兩個沒有病的人 的DNA 四個是有病的人士的DNA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 去對比的時候 因為這個基因 其實那一種可能的基因 應該是會在 特別的基因 只會在 這個 這個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以及這一個 在一號 三號 四號 五號 會出現 而7、8是不會出現的 即是有病 即是黑色那些才有病 白色那些也沒有病 有病的應該就會有致病的基因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容易分法 我們能否做到呢? 其實是能做到的 我們經過一連串的 這些叫Prioritization Steps 之後我們便找到 有一個可以滿足我們剛才所說的 所有這些Criteria 即是有病在那裡有 沒有病在那裡沒有 而他們的基因 在小腦上會有一個表達 這個就是我們數據分析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的數據分析只是 得生物資訊學的專家 而沒有一些遺傳學家 也沒有醫生去幫忙的話 其實做不到一個這麼順暢 這麼順暢的研究 導致我們可以找到 最後這個叫CCDC88C 這個基因在R464的胺基酸位置 變成H R就是Arginine Arginine是其中一個胺基酸 H就是Histudine Histudine是另一個胺基酸 這個突變會導致這家人 有一個小腦萎縮症的症狀 而這也是全球首例 而自我們在2014年發表出來之後 我們接著就會有不同的同行 一些是在法國 也有一些是在波蘭 都相對應地聯絡我們 其實我們也找到同一個基因 這個基因突變之後 在他們當地的病人對面 都有同樣的小腦萎縮症的症狀出現 那就用了四年的時間 下一個問題就說 如果你的生物訊息學 這麼厲害的話 會否可以將整個四年的過程 將它縮短呢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用的剛才那四年的方法 是一個最完整 最詳細做的方法 如果可以將它縮短的話 可以怎樣縮短呢 這個我不會很詳細解釋 我只不過是想說兩個英文字 在這裡就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無論你想用什麼生物訊息學 研究的數據方法都好 當中都是要有人的參與 所以生物訊息學的專家很忙 我朋友陳庭峰教授很忙 因為做食物的就去找他 食物有生物訊息學的 做病的就去找他 我也去找他 可能最近他做了什麼project 很有趣的 做貓 貓的基因體 在日本有個公司都去找他 你可以幫我做一些貓的基因圖譜 所以不同的人都會很想找到 生物訊息學專家 幫他們解決問題 但是人只有20小時 我同事都要睡覺 他都要工作 有他們自己的project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有一些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幫助的話 很可能就會把所有工序 可能會有90%的可能 都可以自動化 而到最後那一步 就需要回遺傳的生物訊息學家 才去做最後的把關的位置 所以這個AI 其實也是將來生物訊息學 如果你們要繼續發展它的時候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AI講完之後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 AI就是說 當你越多的資料 數據 去給你AI的機器 讓它去學 學得越來厲害之餘 有些事情 總是要有一個人的評論 在裡面 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病的病徵 很相似 A這個病和B這個病 都跟C這個病徵 AI都未必可以幫得到手 原因就是因為很多病徵 重疊 原因是 腦中有同樣的細胞死亡 都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病徵 但反過來來說 有很多不同的病徵 都會因為同一個基因而導致 所以這些就是 你忠有我 我忠有你的情況 就令到 很多時候 我們就算檢驗DNA 都確診不到 就是檢驗DNA 是一個最終的方法 但做了這一步之後 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得到結果 很多病人跟我聊天都會說 我都檢驗了 為何你給不到結果 原因就是 因為數據有存在 但我們的檢驗方法 還未能夠提升 令到我們幫助病人去做病毒 所以最終 AI是可以幫助手 但人始終都不可以完全靠機器 現在我們另外一個中頸位 就是我們確診的時間很長 一些很罕見的病 可能到了15年才知道自己病是甚麼病 原因就是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overlap的病徵 例如是甚麼呢 overlap的病徵 可能是我們包括 柏金順症 有一些部分的病徵 可能和老人癡癌症有關 反而老人癡癌症裡 有一些症狀 可能和另外一些病有關 所以全部都是一招 怎樣去做得比較容易 去做到癡癌症呢 我們幾個同事 我和陳庭峰教授 我和他們的學生 開了一間公司 希望把生物訊息學 再帶去下一個境界 那是甚麼境界呢 就是可否把這個 例如小龍萎縮症有40個不同的症狀 而這些症狀都是小龍萎縮 即是萎縮得快點慢點 在哪裏開始 哪個病徵出現 哪個病徵出現後 都可能令到斷症很困難 但是在DNA的層面 相對容易很多 所以我們就變成了 一間公司 叫做 不要說什麼 有一間公司成立後 這間生物訊息公司 開展了一個計劃 就是做一個 Gene Targeted Panel 意思是 我們找出所有 和小龍萎縮症有關的基因 主原子醫生就說 你是小龍萎縮症 但是不知哪一個的症狀 大大縮短了 需要用來做數據分析的時間 因為如果我們把整個基因圖寶 所有數據去分析 是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但是我們只是看當中的百多個 整件事已經縮短了很多 這個發表 就是發表在2019年一篇文章 一篇的期刊 那它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 假如這個人的DNA 我們把它分成三段 去看 A段 B段 和C段 而我們怎樣去拔這些A段 B段 C段的DNA 我們找一些藍色的DNA 我們可以用橙色的波波波去認得到它 能夠認得到這些A、B、C段的DNA 理據就是因為它有藍色的片段 而這段藍色片段 就只是獨特性地加進去A、B和C段的DNA 之後這些波波波就可以只能抽取到A、B和C段的DNA 其他都抽不到出來的 就會沖走 這個過程我們就叫做一個Gene Panel 我們這間公司做的產品 當然就不只有A、B和C那麼少 我們會有190多個DNA片段 都可以同時被這些橙色的波波波拉下來 這就是一個Gene Panel Panel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就很成功地 一次過可以驗到百多個基因 而我們在大概大半年的過程裡 就已經可以幫助醫院去找到一些 在他們的瘡底、籠底下積聚了的Cases 是一些Undiagnosed的 原本如何斷證都找不到的病因的Case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 幫他們很快地去找到病因 這是一個我們通過生物訊息學的一些突破 去找到幫助病人的資料、分享 另外也有一些不同的生物技術的方法 再加上生物訊息學分析的幫助 也可以幫助我們看到不同的小龍衛宿症 一些其他特變的資料 這個重點放在哪裏呢? 放在快 還是便宜 兩天之結果 如果你是一個病人的話 兩天之結果 價錢大概是一千元左右 所以這個新的生物訊息學的技術 也可以加快 以及減輕了病人的負擔 這裏我不詳細說 為何要做這個DNA 因為它很快 以及很準確 如果我們都知道了 一個病人 他也是SCA 小龍衛宿症 差點不知道是1,2,3,6 還是7 那就可以就住1,2,3,6,7 不用190多個基因 就住1,2,3,6,7 他很快地做了剛才的測試 這個就比起兩天一千元 這個水位更加低 更加便宜 更加快 可以做到那個測試 那我就到了尾聲了 剛才講了很多 我總結一下 我個人的經驗分享 我由一個學生 真是隻身地去了英國讀書 學到遺傳學的一些資訊 然後知道了 原來有一個叫做神經科學的疾病 我就去了美國 就學了一些和遺傳 從神經系統科學有關的知識 回來就找到一群病人 亦都是通過生物信息學的幫助 去帶到一些更快 更準確的診斷方法 給這群病人 那是否只驗DNA 剛才也說過了 其實生物信息學 不單只是DNA 蛋白質的安基酸都可以 但另外我也想說 一些新的發展方向 有些公司已經是將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動作 動作 一些posture 都可以加入我們斷症的過程 意思是甚麼呢 我們其實可以把一個叫做 真正的世界的診斷 即我們現在跟你聊天 如果看到一個人說話的方法 停頓的次數 說話快慢 或者他的眼球的動動 走路的posture 都可以加上 或者是用一些 wearables 或者一些智能手錶 都可以調查到 不同人在每一天 不同時間 所謂產生的數據 而這些數據 都可以和我們遺傳的數據 加在一起去一並考慮 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剛才說過的posture 走路的posture 都可以做到一個 用來做 Bioinformatics的一個parameter 去幫助我們去斷症 究竟一個人 是有甚麼potential 在患甚麼病 因為不同的病人 因為腦內的退化位置不同 退化速度不同 所以出來的病徵 在他的行為上 都是不一樣的 到最後我都想問回大家 剛才我想說 我很有信心地 如果十年之後 你每一個都成為生物學家 那究竟 你當成為生物學家 你想問生物科的難題 生物訊息學 作為一個工具 如何去幫助你呢 這是大家需要去想的 因為你們不單止再需要 只要拿著一支插槽 去做很多不同的實驗 而是 應該要懂得 用大數據 去分析 然後再幫助你們自己的研究 而這些大數據 如何去retrieve 如何去運用 往往往需要生物訊息學 的一些analysis 的一些基本技巧 當然了 如果你認識到朋友 我認識到陳提鋒教授 就更加好 你可以兩個 雙劫合璧 就更加容易 將你們的研究 去推前一步 在這裏我們也感謝我們的學校 中文大學新聞科學院 給予我們很多研究的資助 亦都是剛才說的 我最後那些生物訊息學的發展 都是由一些我們畢業生 所開的公司 叫Codex Genetics 去研發的 我在這裏就停下來 也感謝各位聽我的講座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隨便發問 多謝大家 謝謝